看到个消息 说有一颗小行星 像那个波音737飞机 那么大小的 离那个地球啊 非常近 差不多就是像月球那么近了 穿过地球 然后呢 飞向那个太阳方向 然后说那个 就是8月10日后 就今天会落过那个地球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是从我们隔壁的宇宙发过来的 从隔壁的宇宙发过来的 这个我们就说了很久很久了 从隔壁的宇宙发过来的 本来这个早就到了 本来这个早就到了地球了 本来早就到了地球 后来因为出版书啊 当了一下子 当了一下子他们停了 现在他们看了一下 出版社已经收到 以后就要出了 这个稿也难够了 所以 这一批椅子当中 第一个先飞过来了 我们原来讲的 陈毕的 会飞过来 包括前两天 我林牌昨天不是什么时候 林牌的是 我后面的隐身会滚滚而来 现前部队就出现了 现前部队就出现了 实际上他早就待命了 在那边等着 等着 后来因为我这边疫情 他就关闭到了通讯系统 就像发光系统也没了 好像隐身了 隐身了 现在看到我这边的进展以后 他又现身了 现身了 现身了 啪就飞过来了 那个疫情就飞过来了 先过来了 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 这个就是 我以前讲的六月份会到了 因为那个出版社 那个耽误了以后 他也停了一下 停了一下 隐身了一下子 现在又现身了 就是前面讲的那些 就是前面讲的那些 好 知道了 好 知道了 好 平时说的隐身 小群线什么之类的 实际上没多大区别 如果隐身的话 完全没轨道 它这个小群线还有轨道 这个轨道的 运行呢 是连到我们 外面的宇宙器了 不是我们这个宇宙器的那个轨道 现在他们还没搞明白 还没搞明白 只是说眼前看到了这个东西 好 就这样 好 再见